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二微薰频道 今天我们欣赏三首古代永物诗词 永物古诗词是指以一种物品为对象 通过对其形象的描写和抒发情感 达到美化物品 表达感情和抒发思想的艺术手法 永物诗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 唐代以后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体材 永物古诗词中 通过对物品的形象描写和情感的抒发 诗人可以传达自己对于物品的感受和认识 同时也可以表达自己对于生命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这些诗作一般都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背景 下面我们来分别欣赏这三首诗词 1.紫薇花唐渡木 小莹秋露一枝心 不占园中最上春 桃里无言又何在 像风天笑艳洋人 大意是 一朵星战的花枝轻轻迎接着秋天的露珠 虽不是花园里最美的春天 但仍然显得十分娇艳 桃花和梨花已经泄了声 不再发出声音 而向着微风轻轻妩媚地笑着 犹如艳阳下的人们 赏西 小莹秋露一枝心 这一句描写了一朵刚刚开放的花 迎着秋天的露珠 显得十分娇嫩 诗人用一枝心来形容这朵花 暗示着秋天虽然已经来了 但是依然有新的生命在这个季节里呈现 不占园中最上春 这句话说的是 这朵花并不是花园里最美的春天 但是它依然很美丽 这句话虽然简短 但是意运深远 表达了诗人对于生命的珍惜和赞美 桃里无言又何在 这句话通过桃里来代表花 强调了这朵花与其他花不同之处 这朵花虽然很美丽 但是它并不会像其他花一样发出声音 向风偏笑艳阳人 最后一句话描绘了这朵花 像着微风轻轻妩媚的样子 通过艳阳人来形容这种感觉 诗人表现出对于生命的赞美和珍惜 这首诗通过一朵星战的花来表达了对于生命的赞美和珍惜 诗人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思想 表现出他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珍惜 虽然这朵花并不是最美的春天 但是它依然很娇艳 这个意向象征着生命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美丽 此外 诗中的桃李无言又何在也寓意着诗人对于生命的理解 生命虽然短暂 但是在它的短暂中却留下了美丽 就像花一样 虽然它们最终会凋谢 但是在生命的过程中仍然有着自己的价值 最后一句向风偏笑艳阳人 则表现了生命短暂而珍贵的感觉 这也是诗人对于生命的赞美和珍惜 整首诗以自然景物为主题 通过描绘一朵花的生命之旅 表达了诗人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珍惜 在唐代文学史上 杜牧以其优美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巨匠 这首《勇物诗》不仅在文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也展现了诗人对于生命的理解和珍视 对于读者来说 也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启示和思考 二 欢喜沙永菊 宋苏氏 菊岸何枯一叶霜 星包绿叶照灵光 竹梨茅射出青黄 香物训人惊半破 清泉流齿怯出场 无机三日守游香 本诗以永物的形式 描述了一颗橘子的形态 香气 味道等特征 传达了对自然之美的赞美和对生活之美的感悟 大意是 菊花暗淡荷叶枯黄 一叶霜降 新的花蕾和绿叶照亮了林中的光芒 在竹梨和茅舍之间 橘子树上出现了青黄色的果实 橘子散发出的香气弥漫开来 让人感到惊喜不已 舌头上的味觉也在第一次尝试时变得胆怯了 无机曾经在手上抚摸过这些橘子 三天过去了 他的手指仍然留下了香气 赏西 苏士德的这首永菊 以描写橘树和周围的景物为主线 描绘出了一个充满生机和美好的场景 他通过对橘树 竹梨 茅舍 泉水等物的描写 刻画出了自然的神韵和生命的力量 通过对橘树及周围景物的描写 表现出自然的神韵和生命的力量 诗歌共有五句 用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的意境和感受 诗歌开篇 作者运用预言手法 将荷叶枯萎 菊花凋谢和双降等景象 暗示了秋天的临近和万物枯萎的不可避免 但是 紧接着他又写到新包绿叶照灵光 表现了菊树依然有新的生命力量 给人以希望和生机 这种对生命力量的赞颂和歌颂 让人感受到自然的魅力和生命的意义 接下来 苏氏用竹笠和茅舍来刻画整个景象的气质和情趣 从而体现出自然的整体美 在他的笔下 这些简单的材料变得生动而美好 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而在描写菊树的时候 苏氏运用了充满生动感的描写手法 如香物训人精半破 形容菊树上弥漫的浓郁香气 这种香气既让人陶醉 又让人畏惧 此外 他还写到清泉流齿怯出肠 描绘了出肠这清澈泉水时的感受 用温馨的笔触刻画出一种亲近自然的情感 总之 苏氏的勇菊是一首富有感染力的勇物诗 他通过对自然的描绘和赞颂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以及对生命力量的赞颂和歌颂 让人感受到自然的魅力和生命的意义 他不仅有着艺术的价值 也给人们带来了心灵的滋养和启示 三 勇紧 唐里白 圆花笑方年 池草艳春色 游不如锦花 蝉娟欲皆策 芬蓉和妖簇 凌落在瞬息 启若穷树枝 中岁长兮兮 大意是 园中的花儿在笑着池塘里的草儿也在绽放春光 可它们却不及锦花美丽 如玉的花儿依偎在阶梯上 锦花的盛开和其短促 转眼就凋零了 可它与穷树相比 却能终年绽放光彩 赏西 勇紧是李白笔下一首以锦花为主题的诗歌 在诗中 李白用花园中的花草与锦花进行比较 抒发了对锦花美丽的赞美之情 锦花虽然美丽 但盛开时间短促 很快就凋零了 然而 锦花与穷树相比却更为珍贵 因为它能够持久地保持美丽 诗歌中充满了对生命短暂的感慨和对美丽的渴望 表现了诗人对生命和美的向往和追求 诗歌中所用的比喻和描写非常贴切 形象地描绎出了锦花的美丽和短暂 同时 它也寓意了人生的短暂和美好 我们应该珍惜时间 追求美好 让生命充满光彩 总之 这首诗歌充满了诗人的感情和思想 是一首富有哲理和美感的永务诗 它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为后人所推崇和传颂